你好…媽媽逛逛 有空就來雪哥逛逛 謝謝…媽媽逛逛… 就是欠三千 一定要有人穿鬼蹤底 蘇苗舍 不問自取,撻我三千元去汕頭 不是呀 每天都會怎樣,沒甚麼錯 阿嬌 老闆,甚麼事? 有沒有拿過你的女錢? 老闆,你說而起我來的? 我…我這桌嬌真是餓死我沒做事 我這桌嬌一輩子人清白 我知道你好清好白,你先回答我 但你給我五十元補貼 五十元,甚麼十元? 大辣辣,三千元是否三千元? 我在說,老闆,我真的沒偷過你三千元 沒說你偷,誰怕去不去呢? 自己說偷,從實招來你說 是冤枉,老闆,我真的沒偷過這個田 對了,我連這桌嬌一輩子都沒選進去 那我為何不見了三千元?你告訴我 我怎麼知道 是哪一天的三千元沒見? 我知道哪一天,誰要問你 三月份到現在,老闆跟你說 三月份到現在沒有見三千元? 那就是一天沒有十兩元? 那也沒偷過 你再沒偷過,明白了,我明白了 一天賺我十多元,是嗎? 急著急著三千元一鋪清我的袋,是嗎? 你才叫? 憶我…老闆,我的意思就是 你時不時做到雲頭轉向 忙我會雲頭轉向,但是他有電就不會暈 他會暈嗎?我會暈的嘛 告訴你,喬,一旦讓我發現 誰穿我櫃桶底 還要這麼大膽一夜撻三千元的話 我會戳住那一層皮,拿刀慢慢撇 撇下一層,撇下一層 我逐一撇撇他的皮下來 終於回來了 還是自己的床舒服 有一層味 哥哥,你是不是幾個月都沒洗過我的床單 一層噴味的? 你幾個月都沒睡,我用來幹什麼? 算了,我自己換 那你快點 這一箱是什麼? 鹽? 你買這麼多鹽來幹什麼? 還要這麼多箱子放在這裡 我知道我的三千元去了哪裡 這箱子還要霉了,流水 糟了,瘦罩了 我一雙鞋子 我一雙鞋子 因為你的鹽獸潮令我們鞋子都沒買了 我…我也不知道 當時我買了,買了回來 沒地方放就塞進去 你買這麼多東西幹什麼? 你以為我想的嗎? 當時怕死沒鹽賣吧? 拼命買…又沒地方放 塞進床下底,塞進去 我自己都忘了 搞得那三千元都不見了 我讓了去哪裡?原來在你床下底 那你用公款買的嗎? 那為何不搬去廚房呢? 搬到我都不搬進去嗎? 你以為我想的嗎? 這批鹽,差點買去買到回不了家 老闆,你又貴貴,算便宜一點 老闆,現在樣樣都貴,很難做的 你最多打個批發交給你 怎麼樣?日本地震? 日本一年震九次了,那是鬼事嗎? 什麼?輻射? 什麼?你什麼時候射到來廣州啊? 搶鹽?誇張啊,什麼搶鹽? 超市都賣的嘛 超市都沒有? 士多都搶,十幾元包都搶? 不是吧?這麼恐怖? 行行行,就這樣… 老闆,你知道是不是搶鹽? 現在沒有鹽賣嗎? 知道,我老婆早就搶了兩包回來 現在每間店舖都沒有了 這麼可怕?沒鹽賣的店怎麼做生意? 就這樣,等一會兒再買 快點… 謝謝… 很重,阿姐,慢慢來 快點… 阿師兄,謝謝車費,825元 825元? 不是,阿師兄 你從廣州又回到清遠 買這麼多鹽 你從清遠又去韶關 韶關又回來 你還沒想過我走近路 說一千元也不止了 來…上去 謝謝 老闆,你買這麼多鹽做甚麼? 日本地震,海嘯、海水污染 沒有鹽吃的 家裡沒有鹽?我嗎?買兩包給你 不,搞我了 電視機也說了 清朝賭買鹽是死了會來的 都有一世紀了 哪兒還給你花這些減的財? 不是 誰告訴你,我賭賣 我留給自己吃,行不行? 別說,進廚師幫我拉進去 快點… 我們去那間草莓看,又拿了 阿爺有叫聲 小心 買甚麼? 鹽 鹽?還在談鹽的東西嗎? 不是吧 賣鹽會斷火,真是世界奇觀 奇甚麼觀?放心 你們找不到鹽,我拿了很多 是嗎? 你們沒有鹽煮菜不要緊 我裡面的蔥西 全部保證出品 想多鹹有多鹹 鹹… 鹹就用了,不知道何時才有鹽 沒事的,三嬸,沒有鹽煮 行,我唐年牛進口回來給你 你也沒問題 鹽也有進口 甚麼事 進口,真是有所謂 放心… 平安無事 是… 大家怕沒鹽而已 是… 來… 仍然有飯,零分狼 是呀… 這麼老不生氣? 是呀… 不…貴鹽… 剛才你打電話說超市沒有鹽賣 我沒說謊 的確是三間超市 找鹽仔看看也沒有 這次跟他說再見 那次整部賀櫃不斷拉過來 是呀… 有鹽賣嗎? 當然了 貴不貴? 哪有貴? 平時賣過衣服,他也是賣過衣服 他也賣過衣服 他也賣過… 你瘋子,瘋子買到鹽嗎? 當然了 遲些,連街上有的士多仔也會賣 那不是說海水都污染了嗎? 張大人,你有沒有常識 海水關我們中國人甚麼事 我們中國人吃的鹽 是那些胡鹽井鹽,對不對? 對,你不是去喝海水吧? 是呀,那個超市的經理還要說 他說現在政府已經緊急調配鹽過來 他說要堅決保證市場供應 不給漲價 那他照著你搶甚麼鬼鹽? 大廚哥的搶鹽做甚麼? 那些傢伙是這樣的 正因為善陰風又怎會 對我說搶鹽那些傢伙 捉到都抓了他們打把槍斃了就對了 是呀… 那些傢伙是呀… 甚麼?是好事 你不用買鎮口言了 你不用買了,不用買了 不如…謝謝你 謝謝你,謝謝你 裡面有很多人 還給我錢 謝謝你 整件事就是這樣 311日本地震 已經過了半年了 我當然知道那半年了 就是因為過了半年這麼久 我塞在床下底也不記得 誰敢拿出來說 又不敢跟別人聊 又不敢在YouTube上 被人笑的 日本地震的時候 我就是在韓國 你想想 韓國來日本這麼近都沒有人搶鹽 廣州就來日本十萬八千里遠 居然有這麼多錢 你這樣的人也有 蕾姐知道嗎 那不讓她知道 傻子,我讓她知道 一命都沒有 現在最慘是這樣的 不知道都會知道 為甚麼 買鹽的三千元兌不回帳 死定了 這麼簡單 你把這些東西搬回廚房 當作正常入貨就行了 正常入貨 我抬幾箱鹽回去叫正常入貨 我真是不正常 那怎麼樣 你不可以經常放在我床底下 你以為我經常聞著那股臭味 我遲早就變成鹹魚 妹妹,一輩子兩兄妹 只要你不介意的話 你忍一忍一忍一忍 幾年之內你馬上就會嫁 一嫁,那你嫁了就… 你用鹽來逼我出嫁 好,我馬上去廚房告訴爸爸 別吵,爸爸,爸爸在這裡 不是逼你嫁妹妹 我意思是只要你忍得的話 不怕這種嘴巴的話 你四十歲、五十歲不嫁 我都不會趕你走 那你馬上搬走她 行,你多給我三、五、七日時間 很快而已 我找到買家,我馬上全批轉手 轉手之後 我替你整間房間搞個裝修 空氣清新,很漂亮 換過窗簾,換過床單 很棒,放心,真的很棒 給我一點時間,我可以的 你說的 我知道你是做金銀珠寶生意 但你也有很多櫃圈 你櫃圈順便幫我擺一下就行了 我可能… 輻…輻射?哪有輻射的? 你爽間關我什麼事,誰會輻射的? 輻…輻射嗎? 不會輻射的,兄弟 你聽說我… 你下面放而已,怎麼這麼難? 你放…你是不是這樣幫我? 老闆,拜託你同早上煲電話煲到現在 你停一停下來,煲煲手就行了 你自己搞定它 我搞定?招呼客體我搞定 退房我搞定,洗鍋我搞定 考慮我搞定 收錢死木洗我搞定 現在的事又說請假,你妹妹又說休息 幸福的餐廳只有每一隻鷹做事 你當我天守觀音 你好了,我現在就當你是觀音 拜得不行? 我也在做我們店舖的事 你的事關我什麼事? 總之你吃得鹹魚抵得渴 慢著…你剛才說什麼? 吃得鹹魚 吃得鹹魚抵得渴 沒錯 鹹魚可以這樣做,行了,看店舖… 做什麼? 我去做大事 連你也走了 清純天然你白套餐 不錯,我試試吧 好 試試試 你吃得鹹魚抵得渴 吃得鹹魚抵得渴 謝也不要… 全部都不用要,我不會升得炒了 做什麼難怪? 我都說現在我們轉系列要創新 清純天然美白系列,聽得懂嗎? 就是食物的本色 紅就紅,白就白,黑就黑,藍就藍 全部不加這個添加劑,沒有色素 湯水,你以為沒加色素就算了 煎肉也沒加色素? 沒加 那…那你…你不如白套就先掃了 一點也沒有錯,最好就是白套 我跟他說明,鹹就任用 其他跟鹹味有關的一切東西 不能夠用 這樣,就這樣 七二,很棒… 老闆,你是不是真的有美白套餐? 有,雞拿這麼大一隻字 請多一位… 剛才你見到這隻字 如果你不說,我以為你會改行做美容 很江邊感,隔行如隔山,很熬煙 不行…是不是想試試美白套餐? 是呀,我們特地來這裡捧場 楊佳,阿菲最喜歡這個美白套餐 是呀… 有眼光,做事吧 來了 剛才點的是美籽蝦,不是白灼蝦 是呀 這樣…蝦漂亮,你做美極 有鹽油,有椒鹽,太重口味 不健康,白套好 也是的,白套原汁原味 很好 拿東西來點才行 是,來,直到 甚麼?鹽水 鹽水點蝦?你節省一點嗎? 豉油也沒碟嗎? 是呀 大哥,豉油吃得多有沉澱的 有黑色素的 這個好,這個健康是我們的美白餐 阿嬌,這是甚麼? 芋頭扣肉 芋頭扣肉?白套原汁一點顏色也沒有 沒有放豉油當然沒有汽水 鹽水點蝦也算了 扣肉蒸成這樣,怎麼吃? 你吃過就知道,美白餐來的嘛 對對對,美白餐,美白餐 這個是甚麼? 這個叫做豆豉鴨 這也能做出這個事? Renny,你這個太美白了吧? 大嫂,是這樣的 美白餐基本上我沒有放豆豉 或者現在的名字叫做鹽水鴨 沒有放豆豉 是阿嬌最新開發的產品 好 來…繼續… 對,白餐,很開心,白炒牛河 白餐? 牛河也…白色嗎? 是嗎? 你們有沒有搞錯? 我沒有搞錯,你問個問貴 唐年偶,你夠滾嗎? 我煮飯店煮了幾十年了,對吧? 有些東西可以白餐 有些東西不能白餐 難道你做紅燒肉就做白餐肉? 沒錯,紅燒肉我絕對不會做白餐肉 所以我們的菜單上 根本沒有白餐肉這什麼東西? 你根本就是偷工減料 美女,怎會這麼說? 這裡的美白套餐 是我堂堂堂積十幾年的研發經驗 三晚沒睡覺,精心炮製而成 吃完之後,皮膚滾一滾,連蚊也站不穩 最適合愛美人士,美女 老闆,吃完滾一滾 會不會這樣,我真的不知道 總之我現在看上去是吃肉也沒有 你看看這些,白白的 你們怎麼吃… 你還說知識分子 那些調味劑有色素有沉澱 不健康的 是… 所以我不下的調味品 是有好處為大家著想的 那些添加劑是工業製品 一個不過吃了有毒的 對身體不好,對吧? 對呀 這樣也是 不管,聽說那個延遲多了 也容易得高血壓的 對呀… 這個你又錯了 不吃鹽才有問題 有甚麼問題? 我告訴你 吃鹽是為了對血液 對血漿有滲透壓 有滲透壓,血液才會流的 如果這個不夠的話 你會流不動的 你的身體是否有很大的問題? 是嗎? 另外,對我們的美女有四大好處 四大好處? 哪有四大好處? 第一,皮膚有彈性 第二,眼神曉放電 第三,吳三八八指 第四,控油兼去黑頭 好多的東西 真厲害 快點…快試試… 好了… 看你趕到口水花噴噴 總之好有餐,不好有餐,對吧? 趕得來就冷了 你快點… 試試…慢慢吃… 唐老闆 甚麼?又甚麼事? 回來… 甚麼事? 我剛才上網查過 你說鹽的四大好處不是用來吃的 是用來… 是用來洗臉的,你騙我們嗎? 你… 清純,對嗎? 天然美白套餐,來… 美白套餐,美白套餐,美白套餐 你叫?裝什麼?是不是看我有沒有在店裡想偷雞 神經病 神經病,我裝一下看有沒有客人來 免得我在餐廳裡拍烏鷹 很明顯是沒有客人 你想想辦法吧 好像在天空間那裡的菜 你不用找我做 快點幫忙想想 想想… 做客家菜吧 客家菜這麼鹹的,每天都放鹽 每天都要用幾包鹽,你做不做呢? 我做 無論多少包鹽,只要找鹽做的就行了 好嗎?我馬上說 乖乖,弄地動,酒菜炒大廚 有這麼好事嗎? 那我也進去看 玩啊 香不香? 哎呀,香啊 客家菜是我的最愛啊 食火,滋陰 我就喜歡喝這個雞湯啊 哎呀,真是香啊 幹什麼? 什麼? 哎呀,那東西這麼鹹的,你有沒有搞錯啊? 什麼鹹?那你客家菜是這樣的嘛 這樣也行啊 改良一下嘛,我們要創新嘛 創新,創新,創新? 你給我的眼眶你了吧 我扶你了,把你的紙湯鍋打包 我回家兌水,我能撈三天的飯 一碗雞湯你拿回去,撈三天的飯? 阿哥啊,你找到賣家了嗎? 賣家找不到,自己弄好它 這麼多鹽,就算我們一天吃一包 都要吃足三年 鬼不知道嗎?我們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趁一時還沒從汗頭回來 趕快捧上天台曬乾它,自己吃光它 快點,幫忙吧 你自己弄好它吧,我才沒空理你 你… 大哥,我扶你,撞死吧 女孩子之家好心,你就斯文一點 不然這樣怎麼嫁得出 我…你幹什麼? 你這個造型好搞笑的 你連抹一字嗎? 是,壓下腿,這麼快回來的 是呀,這些,散頭的特產 拿來吃吧 謝謝… 你累了,上去休息吧 你幹什麼?沒事… 大哥,你別搞了,弄髒的床單 沒事… 拿開床單,你妹妹叫你 看就沒事了 沒事了,還是沒事 這是什麼? 沒事 你幹什麼? 你這麼困盡的 拜託你吧 你減肥,你又不減肥,怎麼這麼困盡 不知道這雙葉只剩半箱,凹了 何止半箱,這些全部都是,善姐 糟了,怎麼這麼多鹽 買的? 是呀 還要高價買回來的,三元一包 哪有三元?三元而已 那些由清遠兆關來回打的錢 還有給的士兇車幾百元的兇車費 還有幫你裝卸貨的工人人工錢 攤回來三元一包,差不多了 你讀書、數學沒那麼好,現在… 這些鹽是人都知道 過令人一包而已 你在哪裡進貨的?快退回吧 行了… 就是廣州搶鹽那幾天 搶鹽? 那時候進來的,差不多是這樣的 三月份,日本地震那時候? 該不會吧,先過一天兩天的事 超市很快就能賣 是呀,我知道,超市很快就能賣 你… 他豈不是就是搶鹽那一、兩天 賣完一千斤的鹽嗎? 你說他厲害嗎? 怎麼用?洗澡嗎? 笑什麼?還笑?鹽焗吧 가족們人公佬 吃飯 ��게요 好 晚安 晚安 坐吧 走 谢谢 等人来 等人来 是嗎? 來… 我今天查過帳, 有點不適合 甚麼不適合?我每天都對 你弄錯吧? 你不是說沒見嗎?三千元 我放下去了, 三千元, 有單有據 是嗎?那些單據呢? 單據在我身上, 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就做到時拿出來就行了 聰明, 你就自己好找出來 不然的話, 不好意思 那三千元, 你要自己瘋的 我進廚房放下一些東西 來…你放下來 為甚麼一說這些, 你又砸亂歌病 你是不是身有事?你來用公款 原來是你貪污, 你想賴我的 我不是貪污, 我退了, 不要亂說話 我沒有貪污的 我沒有貪污, 我只是拿錢買鹽 買三千元的鹽, 整天發網都看見鹽 慢著 你說甚麼?拿三千元去買鹽? 那買公…店鋪也要用的 我不是找些公款去買鹽嗎? 你真是失望的 兄弟, 你買十包、八包、五十包 我都可以騙你 你買這麼多鹽, 你… 你用來上倉嗎? 原來日本地震的… 那個搶鹽的事, 你也有份定性 頭大無腦, 老大生草 甚麼時候輪到你侄我呢? 男的樣子有沒有亂說話? 你很心理, 那時候我聽說 有一隻傻子在那個毛巷 貼皮的鹽回來 又聽說我們條青有一隻傻子 就是貞眼的貼鹽回來, 原來是你 說夠了嗎? 我真的想不到這隻傻子是你 你閉嘴嗎? 閉嘴就閉嘴了 這傻子是你 我現在問你 那三千元何時回賬? 我用了鹽就行了 那麼容易?用了?我等你不切 我現在限你一個月時間 那些鹽, 你好處理它 不然的話, 三千元現兜 你馬上給我 一個鹽就一個月, 用不著 我沒用了, 一個月一個月很閒 我儘管看你怎麼死 省錢大行動, 吃飯送大鹽 五十元送一包, 一百元送兩包 快點, 家裡不用買鹽 一百元而已 你還要送一大包鹽 五大包? 當然了, 送你送大包, 很容易休息 慢慢走, 有空再來 謝謝, 剩餘一百三十五元 好… 別動了… 哥哥, 幫忙拿兩包鹽過來 行… 帶我送給你 來…謝謝大爺, 兩包… 為甚麼濕粒粒的? 不…手腳亂, 撕了一點茶水 沒問題… 有空多來… 媽媽, 走一走 叫…那兩個… 招呼一下… 我…我休息一下 吃得了, 吃得了, 吃得了 吃得了, 吃得了 大哥, 你的招呼行不行? 太浪彩了 我想這招不出一個月 那些鹽一定會全部送出去 用甚麼說 那碗桌子, 如果我沒計算錯 一賣單, 二百元 多吃點, 賣單 不行 是 村長, 剛剛計算好 多少錢? 剩下…一千零五十元 好啊 謝謝 甚麼?一千零五十? 鴨子都死光光聖河了 大個折嘛, 一千塊就算了 老作,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在辦特櫃活動 有東西送, 但又不打折了 是呀… 做甚麼? 就是這個, 食用點鹽 來, 村長, 你的 鹽多鹽幹甚麼? 我們慰民活動, 吃就送 你們吃了一千零五, 剛剛好 二十一包 我和兒子都不煮飯 不在家吃飯不用鹽的 送給他… 給我幹甚麼? 我連胡子都沒有, 我要這個幹甚麼? 老闆, 丟了 你送點其他的吧, 好不好 沒有 沒有, 那好, 我辦嫁 我把這個鹽再賣給你 不不不不 我們送出去的那些, 不接飯的 你們這個活動, 到甚麼時候結束? 如果你們都公佈生意的話 不用一個月, 全部送完的了 這一個月就光送鹽 羽毛以外, 都只是送鹽的 我相信肯定沒有意外的, 村長 明天我們招商引擎的那個中午飯 我們絕對得換地方了 為甚麼? 你想想啊, 我們今天一千塊錢的標準 就送這麼多鹽 明天我們三千塊錢的標準 要送多少鹽呢? 我們差不多稱為鹹肉 關地方了, 關地方了 慢… 走… 不要換… 慢慢談 行了, 你別當我在旁邊 丟人現眼了 慢慢談… 慢慢談 村長 喂… 有話說, 你看我們一人一包鹽 吃整個月都吃不完 是呀, 這個月也不用買了 現在又沒有折頭打 一邊送鹽送多來做甚麼 是呀, 這麼煩的, 以後都不是吃了 是呀, 很煩 是呀, 很煩的 是呀, 很煩的 謝謝你 是呀 是呀 不是呀, 大哥 我才去了一天順德 那三千元生意就窩可了嗎 不是呀, 禪姐 你也知道老作所說的 三分真七分假的 是呀, 那就不這麼說 我說零可順其, 有不可順其無 你那個吃就送的計劃 麻煩你立刻停 很好生意的 每天送三十多包 你真是傻了 你為了那三十包東西 就沒有三千元 這條數我想你會計算了吧 那又是你叫我說 一個月內要全部弄好它 那是呀, 你自己弄出來的事 當然是你自己弄好 我告訴你洗澡也好, 洗水喝也好 不准影響餐廳正常營業 是洗水喝、洗澡 你叫唐湯湯是賣湯的嘛 洗澡的嗎?桑拿來的嗎 有了 我們唐湯湯雖然不是桑拿 但是可以攪牧竹 你想想, 鹽水、牧竹有很多好處 怎麼不記得了 牧竹? 鹽水、浸腳有很多好處 擴充血管, 促進重環 擴衰老, 增長睡眠 養神之陰, 益神之陽 對呀, 還可以亂呼 簡直適合美姐、美太太 想說你們兩個不是兩兄妹都不行 一個一貌, 一個一壽 你想想, 客人來吃飯 每隻香港腳都放在這裡 很好看嗎? 你老天爺穿著拖鞋,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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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送這個養生木竹湯 算了吧, 木什麼竹湯, 鹽水而已 包裝時代, 說鹽水也沒人理你 當然是說一些神秘一點的, 漂亮一點的 很棒, 像木竹湯而已 怎麼神秘呢?難道叫我們幫你搓腳趾? 神經病 不, 哪有用你搓腳趾? 你又打一盆水, 即是打一盆鹽水 送過去, 搓腳自己搓, 上面吃下面搓 哥哥, 我是女人家, 還沒嫁人 你現在就叫我幫人家拿洗腳水 我以後嫁入男家, 還有地位可言 我不想嫁 沒錯了…我是女人家, 我也沒嫁嫁 你? 幹什麼? 二手了 你可知道我二手好, 三手好 總之這些鬚手屎是你搞出來的 你快點搞定它 我會不自作做這種事的 行, 你說要嫁, 你說要再嫁 當然 行, 嫁了它, 那誰做? 你 我? 國米老闆, 我的湯可以嗎? 來… 你雙腳… 祝師奶, 慢慢享用 不是吧, 拿通這種東西給我木竹? 不是 木竹在這裡, 竹料竹糧, 竹你祝師奶 浸竹愉快 這是什麼湯? 百花蛇絲草田雞湯, 清熱解毒 我不是說你這種東西, 我是說那盆東西 是不是一盆水喉水? 竹子奶, 你看不通, 看不透 是唐湯堂的祖傳秘方 是好東西, 養生湯, 不用你問 別騙我, 真是想讓我喝一口嗎? 真是養生湯 是呀… 放下 來 好, 看看 下面慢慢浸, 上面慢慢吃 你放下就走了, 不是木竹嗎? 木竹就是脫鞋浸腳 那你不幫我捏腳嗎? 你瘋了, 我們唐唐唐唐唐唐 是國際名飲食機構 我們不提供這些異性服務 竹子那個, 你來幫我捏腳 竹子奶, 不好意思 我們廣告都寫得很清楚 只是提供養生木竹湯 沒有提供按摩服務 高腳七, 你就是說廣告就是這樣寫 實際就是另外這樣做 你只是玩文字遊戲 我告訴你, 木竹全都有按摩 我知道, 讓我們白字黑字寫得清清楚楚 只送湯不送按摩 我們沒有搞什麼文字遊戲 解釋權歸我們所有 你只是霸王條款, 是吧? 我吃足一百元 你們拿一盆水喉水來騙我? 行了… 每個人都沒有你那麼嚴尖聲 會沒有那麼多花神 行了, 幫你加料 阿妹, 加料, 搞定它 不好意思, 我說明這些工夫不是我做的 當然是你去做 我… 我們… 行, 我幫你教… 你下足料, 若果然我用大喇叭 我去池塘唱壞你 祝師奶, 其實你別以為小中的按摩 就像虧了大底才行 我們唐湯堂那些養生湯 都下足料 比你在外面泡十次八次好 外面那些才是騙你的, 清水而已 丟給一片薯枝薯液 精心炮製, 下足料 阿妹, 阿妹, 一定沒意見 絕對好東西, 我告訴你 來我們唐湯堂浸這個養生湯 浸十次八次之後 血氣暢通, 有鼓氣在腳底下 一直炒在額頭上 這樣噴出來的 浸腳的臉都會白雪雪的 八十變十八, 告訴你 你這臭嘴巴好像直接浪漫油一樣 我自己搞定, 走… 是好東西 人家一盤, 我兩盤 阿嬌, 我還沒吃完 你別收拾, 我去洗手間 還沒吃完, 你沒收拾就行了 加點一條又一條 又關你, 真有八卦, 又不用你出錢 哥哥, 祝師奶已經加了三次 當然了, 我有所謂 對, 最重要是他開心 但是他那盆水已經用了五包鹽 他不怕鹹, 我爬甚麼給他 不是, 我是怕鹽加多了不好 會不會有甚麼不良影響 甚麼不良影響? 最多是變成鹹豬腳 你放棉藕 祝師奶, 初檔 你是不是又來加我們養生目的湯 加人死人頭, 是吧 你拿點…你拿點鹽來困我, 是吧 還一百元來, 還一百元來 你瘋了, 他一百元你自己吃了下肚子 你吃了下肚子的養生湯 我送他, 怎麼還給你呢 養生湯? 是呀 鹽水是真的嗎? 糟了, 還用了這麼大堆鹽, 是吧 幹甚麼你… 我覺得我的腳皮 現在拿著拿著 拿著是因為殺菌, 幫你預防香港腳 你也是香港腳, 是吧 我現在覺得我是鹹豬腳 我不單止那些皮拿著拿著… 糟了, 我還覺得肉也拿著拿著 我覺得我的肉是變成鹹肉, 是吧 還一隻腳給我… 這麼大聲, 好, 還一隻腳給你 可以, 斬我對它 又肥的, 又大的, 又粗的 又有毛的, 要不要? 死都不要你那隻臭腳, 是吧 那你…你…你幫我洗腳吧 你傻了嗎?燒傷了嗎? 叫我唐年偶幫你洗腳? 不用, 是吧? 不用 我告訴你, 你不單止替我洗得乾乾淨 洗得沒有咸味, 洗得白酥酥 若不然我就替你唱通街 他那些東西都是鹹 我替你慢慢洗乾淨 用了嗎?不單止洗, 再還五十塊給我 三十 鹹到那隻腳都縮了五十塊 我替你講過洗腳, 洗腳就來了 不是, 正話之外 準備明天帶媽媽、爸爸 過來那裡吃九十塊 有個免費木粥 那就給我提前來服務 湯老闆, 你好大方 不好意思, 有五包演我 那朱生奶奶找不出的鞋子腳 時間又沒有 這麼多人說話 那說笑, 說笑, 不說 我哪有得笑, 是吧? 是呀 怎麼了?這麼晚找過甚麼事? 借消毒水洗一下 消毒水?酒精行不行? 酒精 說實話, 自從我碰過那隻腳之後 好像有腳的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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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從今以後, 你的手碰上你的腳好了 你別鬥我的菜 免得上菜給別人, 你真噁心 你想, 我已經想過了 我這次一定是金盤… 不是, 酒精洗手, 取消這個計劃 你真噁心, 初時我怎麼說的 我都說吃飯的地方放腳在那裡 很噁心 你別再說噁心兩個字了 我自從碰過竹子雞的那隻竹子腳 你真噁心, 真噁心 阿偶阿偶, 你這麼多鹽就打算怎麼辦 所以我就順便過來請教老人家 你看多色光, 幾百斤鹽, 你又怎麼搞 這樣就簡單, 直接倒進廁所 別耍我, 九百斤鹽三元包, 倒進廁所 這麼貴的, 人齊的 快嫂, 楊妹 你先走 謝謝…泡禮一會兒, 大家一起喝 好… 香蘭, 我的楊妹很骯髒的 要給她一點鹽浸泡才行 知道, 多放點鹽, 沙均又消毒 我幫你喝酒 等等 好巧? 說什麼好巧? 她最近是神經質的 一聽到有個鹽的東西, 她就說好巧 你不是打算買幾百斤楊妹回來浸鹽水嗎? 何止浸楊妹? 我什麼都浸, 你想想 我們店鋪每天大大話上幾百個碗筷碟 全部我來浸 阿偶, 不是吧? 你打算拿鹽水來做消毒水嗎? 一指中的, 竟然驚醒夢裡人 我就把鹽水當消毒水? 沒問題的, 只要省錢省電 我支持, 省就行了 你這樣也好, 不用浪費他了 還沒塵天荒液, 我洗這麼大的碗筷碟 說我是地尼的 我熱…我熱死你… 暗暗沉沉沉沉, 你要醃死誰? 我熱死碗筷碟, 我的細菌 跟老闆說, 要多多多年下去 才燒得不到碗筷碟 是呀, 聽說是這樣很好 如果真的行的話, 省回燒到碗筷碟 省回很多電 慢慢醃, 我去買菜了 我…我幫你洗一下一口 看來我, 我這個糖水怎麼洗得八折的 糖水呀, 落糖煲, 怎麼會鹹的呢 擦擦 沒理由嘛 唐老闆, 你師父受甚麼刺激呀 這道糖這麼鹹的 我平時給你煮的 不知道為何這個鹹到這麼膠關 師父婆 是 你的碗有沒有洗過?有沒有消毒? 大大聲告訴你, 當然是消毒 我親自監工的 五星級酒店也沒有我消得這麼徹底 是呀, 那這些白粉是甚麼 是呀, 真是有粉 有這個鬼鬼弄的洞, 酒菜超大衝 真會吃死人大 我馬上打一二十, 好嗎? 不… 等等… 馬上搞清楚 別說 你才叫出來 我告訴你, 為甚麼碗裡有粉 鹽, 你又拿鹽水來浸碗? 你浸完之後, 用水過一下 你給他吧 老奶過, 殺你這個洞, 過了就忍耐沒有消毒 我這個水醒了, 你看, 你看, 你看 好…別生氣… 難怪我喜歡, 還鹹那些開水 不要緊… 起碼弄清楚是鹽, 不是甚麼化學物品 不用怕, 繼續喝, 繼續吃 還吃? 你都煮洞 我幫你換個, 好不好? 幫我洗衣服, 還要幫你 行了, 我來… 送你三個字 洗字解 冠法蘭 冠法蘭茶 我說離譜的是你, 真的 鹽水消毒, 聽也沒聽說 當時你也有份投票, 你又贊成? 哥哥, 你是否真的聽話 我說我不要做那樣, 你就不做那樣 我現在叫你付錢給我, 還給我吧 怎麼付呢?怎麼搞的? 還好, 還好, 那些鹽不是我自己拿來吃的 我不是還給自己的, 店舖要用的 我告訴你自己吃也好, 總之現在還有半個月 半個月時間, 我請你立即付錢給我 三千元 你別這麼翻蠻, 行不行? 你就拿去醃, 也不用這麼多鹽 你醃… 慢著 甚麼? 我們店舖可以醃鹹貨賣 甚麼? 鹹蛋, 鹹菜, 鹹肉 可以醃的, 全部醃, 醃了鹹酸 很多人喜歡吃點醃鹹貨的 有沒有知識?醃的東西 人家是…是北風天的 現在是天使, 只會發霉吧 那…那發霉也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這麼多鹽 我搞不定的, 那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怎樣呢?跟我無關 總之記得要給我三千元 三叔 兩個人吵甚麼?這麼大聲 找我有事嗎? 是呀, 有事 上次我們單位做的慈善活動 給你把我那些慈善發票 這麼討厭? 慈善? 是呀 我對…怎樣? 你對嗎? 怎樣… 那你捐甚麼? 捐鹽 捐鹽? 你這個老虎親戚 喂 她逼我半個月來要搞定九百多斤鹽 我怎麼搞呢?就捐了它 還有這樣, 捐一下捐一下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慈善家的事嗎? 不過, 其實捐鹽是好事 但我們這次單位要捐了一個 是白血病的患儀 他們欠錢, 不欠鹽 不是, 康署長 是 你幫幫忙, 想想哪裏缺鹽 不是呀, 其實你剛才問我的時候 我已經幫你想過哪裏缺鹽 而不是那家專控產品 就算再遠再窮的地方 也不缺鹽, 不是吧 是呀, 你想想 去到青海湖這麼窮的地方 人均年收入只有兩千多元 那裡的路都是拿鹽鋪的 嘩, 找鹽來鋪路這麼窮 不是窮, 青海湖本身是鹽的產地 那裡的鹽更多石頭 那當然是拿鹽來鋪路, 是吧 你這樣說我明白, 但青海湖很例外 你想想, 總有些地方需要鹽 那它也要賣的 你賺錢買, 這次我不用錢, 我捐 免費的, 一定有人適合的 那是呀, 如果是免費的話 一定有人受的 這樣就行了, 趴硬當 到時候找到這個地方之後 我就浩浩蕩蕩把九百金言 全部送進去 然後搞一個隆重的鑽鹽儀式 然後我成為一個鑽鹽慈善家 厲害, 有沒有志氣 不過我有件事我會說清楚 怎樣呢 如果要鑽東西的話 運費你自己揹 又要給運費嗎 他們在於首次的鑽子 我們可以去看 我們可以去看 新鑽水 新鑽水 我們可以去看